花蓮市公所举办的2021回兰客家童花祭 8号的下午是在美伦山的大草坪登场 除了有赏童花的清卷型活动 现场还有特色美食、小农产品、餐车以及DIY活动 市长渭嘉玄和上百位的民众呢 大人、小孩、全家一起在大草坪上享受童花美景和美食 星期六午后美伦山亲子大草坪相当热闹 这是由花蓮市公所举办的2021回兰客家童花祭活动 市公所设计的赏童花的清卷型活动 还有特色美食、小农产品、餐车及DIY 市长渭嘉玄和上百位的市民朋友 大人、小孩、全家一起在大草坪上享受童花美景和美食 那今年的童花祭我们特别移师到我们美伦山的一个亲子大草坪这边来举办 那这一次很有特色的是我们跟在地的学校 有慈济科技大学、上腾中学、海星高中 来做相关的一个结合 那我们也希望说未来让更多的孩子们都能够在产学合作里面 认识到我们客家的文化 所以我们也希望还有更多的一个机会 让孩子来表现 所以我们一些活动都是安排让孩子共同参与 那今天也可以看到很多家长带着亲子来这边野餐 这是我们希望能够推展客家文化的一个想法 也能够延伸到亲子的家庭里面才能够把客家文化带到家庭 那再次要谢谢很多长官贵宾的一个支持 更感谢客委会大力的一个经费补助 未来我们花联事公所会持续的推动我们客家文化 让更多的年轻朋友们认识客家文化 爱上客家文化 2021回来客家童话继续精心设计的一系列精彩活动 包括有童心协力闯三关 只要闯关成功就可以换取限量精美童话环保袋 还有与童话步道合影分享 民众只要在指定童话造景拍照上传脸书并分享活动 就可以换取童话市集折价50块钱 今年更结合了海星中学上腾高中的学生创意 邀请学生参加客家服饰设计大赛 让传统客家元素多了现代感 现场有走秀活动来展现学生们的创意作品 让民众可以体验客家之美 活动当中还设置了好玩好逛的摊商市集 参加的民众一个一个摊位来品尝 大人小孩都玩得很开心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